哈囉大家好我是鐵翻好小伙伴 大家好 各位來到今天來玩一個比較簡單的啦 昨天那個太突破天界了 整個吧 RD的遊戲算是做了一個階段性的突破 對我還在講昨天那支影片 因為它真的就是破台了 只不過在手動而已啦 我還蠻期待說哪一天有人像把AI做出來 或是可以再更神奇一點點的隊伍 對啦現在這個遊戲大概只差一個範圍的打趴傷 然後可以主動應該就可以打到無限遠啦 因為我們也是靠星草跟地人 欸不行啦這兩個都要守主動 欸被動才可以啦 因為他們現在都還是靠著主動啦對不對 好啦沒關係我們就還是來給他感受一下 這一次呢欸沒錯 我的PVP也給他達到了100連勝 雖然啦我都是靠鑽石給他累積上去的 但是100連勝感覺是個值得紀念的狀況 那我們就來給他感受一下吧 那我這一次用的隊伍呢用上的是過熱月亮交換賭博跟小丑 這個隊伍呢我也是聽KC說的啦 只不過我目前玩起來的狀況感覺還可以 但是之後再來認真的拍一支片 來看一下這一隊到底是玩得怎麼樣 因為畢竟我這個賽季比較少爬分 對這個賽季花的時間偏少一點點啦 那我們這一次隊到的呢算是一個近期的標準搞事隊 又傳送又轉王又是雷雲的 然後呢現在應該都是有什麼 雷雲傳送轉王然後再配上一個流動或是挨插沉沒 反正就是所有的搞事閃配上一個雷雲或是守護 那守護的話就什麼手砲轉手砲流之類的流派 好啦沒關係那這個時候我覺得我的河盾有一點點的小麻煩 雖然說還是可以贏但是那個壓力就變得有那麼一點大 但是我覺得那個機率我就會變得有點懶得想打PVP就對了 好啦一樣我們現在看到一個新的隊伍啦 那我們現在在第二回合 我覺得這個隊伍呢還算是有一點點的小無腦啦 可以看到只要在狙擊位上面有一個過熱閃 基本上就開始穩定了 那說實在還有什麼詳細的地方介紹嗎 大概就是一開始賭博的時候用交換的方式 把賭博給他放到狙擊位 然後狙擊位的旁邊也盡量都放賭博 因為畢竟說不定會賭出一個月亮對不對 大概就這點要注意啦 其他的話大概就像是剛剛做的 四星賭博以上我就會給他強制合成 因為四星要賭到五六七星的話 可能機率有一點低 那我不如合成到五星 再初期啦 如果是在後期我已經穩定的話 那當然就給他賭 那如果在初期的話 我這邊還沒有穩定 那我還是用合成的方式會比較好 像我現在合出了一個五星月 這邊又再配上一個六星小丑 沒錯就是六星小丑 這個時候打小兵就更加的沒有壓力了 要知道對面是有傳送的你知道嗎 尤其啦這個隊伍對我十三月而言 又再更香一點點了 大家都知道十三月的七星是滿數 但是我今天星數低的話 他的速度沒有滿 還是有那麼一點差別的 那這個時候十三月的優勢 就完完全全給他拿出來了 好啦我們現在給他到了第二回合 對面應該是要給他丟一波啦 不然的話感覺他應該是會被傳送的 對面丟了一波過來 但是我這裡也被轉了 其實這邊下去有一點點的危險 因為我的位置沒有到很好 那邊也沒有一個月亮在 不要說高星月亮 連月亮都沒有 那我這邊要怎麼辦呢 可是啦 因為我們的狙擊位都還有一個高星骰在 而且這邊又出現一個六星的過熱 我只要把他點亮單顆的傷害 就會變到非常非常的噁心 而我們狙擊的機率是30% 而且還有配上一個50%暴擊的隱藏能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副頻道的那支片 狙擊地圖的狙擊這個位置 它本身飛出去的骰子也有50%的暴率 這個東西是非常非常高的 就跟狙擊骰子一樣的 好了那我現在狀況不錯 有一個五星月給我卡在中間的位置 然後左邊有六星的過熱 右邊有三星的過熱 這個狀況就非常香 但是被轉了一次 但是沒關係 我們有交換又再回來一次 對啦我總覺得我場上有交換 然後再加上星數如果又都一樣的話 其實要被轉到死的機率 我覺得算是遍地 因為我說實在也打了幾局 有遇到局場轉王 能被轉掉的 因為轉而輸的機率 我覺得比較低 大多數可能都是自己給消 我有自己忘記 那時候六秒鐘的時間 然後從Lv.2變成Lv.1之後 它會六秒鐘的禁言 你沒有辦法升級的 那個時候死掉 那個時候會看到一個爆炸 好啦我們現在到第三回合 這個時候我們過熱 還不需要去點亮 雖然就算今天沒有月亮好了 我覺得也還是不需要 因為過熱本身的傷害就非常非常的高 高達400 只要我們的星數夠高 直接打小兵還是綽綽有餘啦 但是打史萊姆的話 我覺得就要稍微的點一下 會比較保險一點點 可以看到我的傷害有一點點慢 但是還是可以啦 只要在中間能夠打掉 史萊姆的第一條命 後面的兩隻史萊姆 絕對不會是問題 好啦現在我們給他到第四回合 我們這邊就慢慢慢慢的看 因為我們只要撐到第七回合 雷雲應該就不會是問題了 因為雷雲之前玩過 他的極限第七啦 頂多頂多就給他到第八 你再歐一點 可是等到你到第八回合 你場上應該沒有任何一個骰子 可以來搞我了 好啦那下一波的話應該就會是雷雲的最後一波攻擊了 我們只要給他挺住就好 那這個時候我給他弄出了一個七星月亮 那對面呢沒有轉王 全部都是傳送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的話感覺有點... 對不如用轉王耶 把我版面轉爛 要不然就留個幾組 可能分開一下會比較好 對啊不然的話我總是要把這一隊轉到... 靠著... 靠著傳送把狙擊給他衝過去有一點難 之前隊伍還有可能給他凹過去 就是如果不生過熱的話 但是我今天過熱給你砸錢 讓他的... 傷害變到非常非常誇張 只要狙擊一下去 然後再加上暴擊 小兵基本上是會爆掉的啦 可以看到小兵的血量其實也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多 好啦來了一個王直接... 欸他召喚了一下 那我們直接把過熱給他點亮 連王都還沒放技能就被狙擊的波擊給打死了 其實我還是覺得蠻噁心的啦 對過熱這次的更新 之前打過一次他就無腦大力了對不對 現在感覺有點不只是無腦大力了 甚至無腦大力 然後又還有一點點小小的抗性 那你要說抗暗殺嘛 我只要一開始有召喚出交換的話 對付到暗殺應該是會變得非常非常簡單 除非那個暗殺速度快到連交換都閃不掉 不過我覺得算偏難啦 大概就13檔暗殺才有可能做到 好啦對面來一個轉隊 我還是覺得轉的壓力比較大 你看他這樣轉下去之後呢 我的狙擊位都沒有了 有一個三星啦 可是配上三星的力量 我覺得有一點糟糕 那我場上的七星力量也沒了 而我現在呢完完全全卡板了 如果要再合甩的話呢 要用六星的去合掉 六星過熱 可是這時候合六星過熱 我覺得有一點點太過分了 那這時候幹嘛呢 我就乾脆直接用爆裂的方式 把它碾壓上去 因為畢竟13元嘛對不對 雖然說還沒點亮 但是我覺得還是有差啦 只要我們給他點亮上去的話 傷害還是可以把怪物給壓制住 只要再撐過幾回合就好了 只不過對 真的是被轉到卡爛 如果這個時候 他再丟一個傳送的話 我可能就會有一點點危險了 那這一局他怎麼過 欸那我這一局到底怎麼過 好對面又丟了一波傳送 那這個時候呢 我的過熱也給他點亮上去 還行不行 我還有一個三星的過熱 在那邊狙擊啦 還可以 這個數量上面 只要有狙擊上面就OK 對我覺得不是因為我六星合成 剛剛我急了 其實我沒有必要去合成 那我今天合成上去 完全沒有意思 雖然說有一個七星月啦 但是如果今天不是七星月 橫向也沒有必要 要不是我今天合到七星月才有優勢 不然的話我真心覺得 我不應該去合成 我靠的那個三星 應該就可以把小兵給他打掉了 畢竟只要狙擊一次就撒掉三隻兵 對面也不是狂暴 欸不是突破啦 講狂暴 也不是突破的轉王 欸突破的傳送 所以我覺得還是可以 好啦到第六回合囉 我覺得對面應該也到極限的傷害 也處理不掉了 這個時候啦 我蠻希望雷允如果是範圍攻擊的話 大概可以再多撐個兩回合 我覺得也不是問題 好啦 那第六回合 對面的傷害就完全不夠 小兵直接給他走進去 完完全全給他扛住了 OK 這就是咱們RD的第一次100連勝 雖然說沒有任何的獎勵 但是至少 欸 這也是花鑽石買來的 哈哈哈 我不知道這個鑽石花了多少你知道嗎 OK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